有网友日前搭计程车要到竹科 一上车司机就透露自己曾经在竹科当过主管 让他质疑是不是真的 天文一出之后吸引很多的网友留言 说认识很多工程师都在开 总年薪至少都400万以上 甚至还引出了多元计程车的司机现身说法 表示退休科技副总出来开车的真的大有人在 新竹高铁站外许多计程车司机等的载客 不过有的司机真的带有来头 有网友说日前要到竹科叫了计程车 上车后司机用很神秘的口气说 你知道吗我以前也是这边的主管哦 让网友忍不住发文想问一堆竹科主管可以计程车 一po出网友热烈反应 别怀疑真的很多工程师都在开 总年薪至少400万以上 还有人分享有竹科老总坐上计程车 一眼就认出司机是大学长 实际访问到机能车司机 他表示身边确实有工程师主管 退休后闲不下来去当司机 也有刚踏入竹科的工程师 想要对一份兼差当司机铁补家用 年轻工程师刚踏入竹科 他想做兼职的工作 可是又想不影响到正职 这样的周遭认识的这样的朋友多不多 大概有十个大概有一个 有的转外快 有的则是转职当司机 各个身份卧虎藏龙 贴文也在网路上引发热议 记得徐之谦新竹报道 ivD ' '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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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